有一位在阳明山的菜农啊 他把多年卖菜所得 现金22万 还有这个四两的黄金 藏在他们家啊 那个天花板不是有那个钢梁的凹槽里面 结果后来他发现 什么钱不见了黄金到哪里去了 吓得赶快报警 警方来查还好啊 是真的很聪明耶 他想说 一定是老鼠在里面爬来爬去的时候 把这些钞票啊什么给移走了 果然是真的 让他们给找到了 新古村的棺材本竟然屏宫消失 阳明山一名60多岁的老菜农 每天卖菜存下47万私房钱都不见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这名菜农把新古村的私房节 就放在家里的西行钢梁上 可他回来后发现遍寻不着 以为遭小偷立刻报警 老菜农把22万现金 以及市值25万的四两黄金 全藏在西行钢梁上 不见之后只在地上找回12万 警方到场没有发现侵入迹象 但接连找回冰箱旁的10万元 以及钢梁尾端的黄金 虽然失恶负得 但怀疑搞鬼的不是一般人 12万钓在地上 日例子有破掉的状况 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在找到 10万块的时候 日例子也有被钓过的状况 然后还有现场有一些 这个老鼠的排泄物 说明研判就是老鼠把它钓走了 老农夫万万没想到 其妙气真正打破地 警方也告诫他 最好私房钱都存在银行 才不会发生这样的乌龙切案 追求杨宗盛 周关在SG小组 台北报道